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6月22日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美国总统拜登骂习近平的这件事情啊 中国的官方,美国的官方都是什么样的反应 国际社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这些都说明了什么问题 一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详细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中国突发的一个大灾难性的事故 就是中国银川一个烧烤店的爆炸这个事故啊 那么这个事故呢现在它的原因已经是调查清楚了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小失误 可是呢这个小失误却酿成了大灾难 那么这里面它的偶然性是什么 它的必然性是什么 中国政府呢现在正在进行怎样的一个处理啊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它的详细内容 好首先呢我们就说这个关于拜登骂习近平的这件事情 那么昨天我们已经说了这件事啊 就在这个布林肯呀到中国访问结束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拜登呢就口出狂言 竟然呢骂习近平是独裁者啊 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布林肯到中国来访问啊 是千争取万争取啊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来之前呢美国也反复的表态说呢 希望缓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布林肯在中国访问期间 以及呢他最后的那个记者会上呢 他也表示说呢这次的访问是成功的 双方呢是坦诚的啊 而且呢之前的时候拜登还表达了 他要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的这个愿望 而且说呢不久几个月以后呢 就会和习近平面对面的进行会谈对吧 既然你美国有这么一些良好的愿望 怎么突然拜登在结束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又说这样的话呢 昨天我就说这是好生不可理解的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呢也已经是说了 拜登的这个言论呢是极其荒谬 极不负责 严重违背基本事实 严重违背外交礼仪 严重侵犯中国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态呢 是非常的严肃的啊 对这件事情的认定呢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中国外交部呢向美国就提出来了抗议 那么现在美国对这件事情是一个怎样的认识呢 之前的时候啊这个拜登说实在的经常说一些老年 吃呆的话啊那么美国呢经常是出来马上就出来灭 火可是这一次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白宫呢 他是这么说的美国白宫说呢 布林肯对中国的这个访问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呢 向前迈出了良好的一步 这是白宫的一个表态啊 他只是对布林肯访华这件事情呢进行了表态 那么关于拜登说的这个蠢话呢 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啊 他是这么说的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的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叫帕涛尔 那么在周三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啊 他说拜登总统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 并不应该令人惊奇 那么换句话说呢 就是中国大惊小怪了呗 那么他的原话呢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重要的是要记住 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和不同意见并不足为奇 这句话没有错啊 存在着分歧是没有错啊 你不能对人家的一个国家领导人进行谩骂呀 然后呢他还说 总统和国务卿相信外交手段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最近进行的这次访问 是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 紧张局势 消除误解 避免误判 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风险 但是我们不会犹豫的指出 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 坦率的表达我们的分歧 坦率也没有这个坦率法吧 然后说呢 当然总统和国务卿明确指出的其中一个领域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 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特点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还看到啊 有记者呢 就来问这个新西兰的总理啊 就问了他关于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个言论啊 那么新西兰的总理呢 就不以为然 认为拜登的言论呢 是不恰当的 然后呢 记者又问说 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这个体制 如果老百姓想改变这个体制的话 他们有发言权吗 那么新西兰的总理就是说呢 人家中国呀 实行什么样的体制 是人家自己的事 人家老百姓表达和如何表达 这都是人家中国自己的事 我们作为外人来说 不应该对人家中国指手画脚 那么这是新西兰的这个总理的表态啊 那么他这个表态呢 就是说是中国自己的事 那关于中国到底是民主还是专制 中国呢 想当年建国的时候啊 口号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呀 那会儿还记得吗 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呢 毛主席就去广泛的接触了那些民主人士啊 当时呢 中国的民主就靠这个中国共产党 那么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呀 我不知道哈 就这个舆论的话语权呀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这个风向就变了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意思 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而美国呢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是什么意思 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做主的国家呀 从什么时候这个风向就发生了变化呢 真的是不知道 现在呢让美国抓住了这个风向 好像中国是不民主的 他们是民主的啊 如果咱们说老百姓有没有发言权 政府听不听老百姓呢 那咱们就来看一看了 对不对 记者去问新西兰的总理说 中国的老百姓有权利来决定他自己的制度吗 中国是有的呀 中国是有权利的呀 那么中国一年一度开的两会是什么呀 一个呢就是政治协商会议 一个呢就是全国人大 那么这个全国人大的这个会议呢 是由全国人民代表来参加的呀 他的全称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呀 这是一个代表大会 这个代表的人数是很多的呀 那么你美国呢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美国就是呢 你就选举啊 选那些议员 那些议员他背后站着谁啊 他是站着资本的 离开了资本 他是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些政治活动的呀 他都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选举啊 对不对 说是那些议员是代表人民的 实际上是代表资本的 而且呢美国还有一个制度 就是这些议员呢 是来制定这个国家政策的 对不对 那么制定国家政策的过程当中 谁会对他们有影响啊 谁啊 是资本还是人民 是不是 明显的是资本嘛 美国还有那些游说的制度 咱们且不说那些资本呢 就用这个金钱来带着那些议员 你谁如果是不听话 下一回我能给你这个资金吗 不给你 不给你资金 你下回在竞选的时候 你有办法开展吗 竞选哪一个动作不需要钱呀 你就是插个牌子 那个牌子要不要钱呀 啊 你就让那些人挨家挨户去发传单 且不说那个人工的那个费用 就是那些传单要不要钱呀 是不是 这些钱从哪来呀 这些钱都来自于那些资本呀 所以说呢 在这里面是谁起的作用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还有一个奇葩的制度 就是游说的制度 谁有钱 谁就去游说政府 你去游说你就跟那些个议员挨个去说服他们 明面上看好像是呢 去通过谈话的方式说服他们 可是背地里是如何跟那些议员去接触的呀 啊 那些钱是老百姓能够拿出来的吗 老百姓如果有一个主张的话 能够实现吗 如何实现呀 啊 我们大家知道的呢 就是这个拜登上台以后 就把和加拿大之间的那个输油管线 就给他叫停了 那么加拿大就急眼了 我们前期投入了那么多 对不对 加拿大花了好几百万 然后呢 去雇人去游说美国政府 这是加拿大就说 你如果有一个诉求的话 你得拿出钱来去游说 对不对 那么老百姓如果是有诉求的话 有钱去游说吗 没有啊 所以美国这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吗 要我说美国呢 就是民主四年一日有 四年一次 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权力就体现在那一天 那么咱们再回过头来看 老百姓四年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权力啊 是他们的愿望吗 是吗 那么到最后呢 一般的来说 就会在两个人之间二选一 上一次呢 是两个老头 拜登和川普 这次很有可能还是这两个老头 而且呢 你美国啊 拜登这样的老年痴呆了 胡说八道的啊 这是老百姓想要的吗 如果老百姓不想要这么一个老年痴呆的总统了 老百姓有办法吗 有吗 根本就没有啊 好吧 这个咱们说到拜登啊 今天我们再看啊 拜登呢 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啊 骂人家习近平 说人家习近平是独裁者 他以前还骂别人来着 他以前还骂这个普京 还骂习近平 以前还骂过习近平 说习近平是萨克啊 还说人家普京是什么来着 杀人者还是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信口私房就对了啊 那么昨天的时候 他又说了什么 昨天他在加州的一场演讲当中啊 在这演讲过程当中 他说 他说下面我要说一个 耸人听闻的事了啊 什么耸人听闻的事呢 他就说啊 这个外交我最懂了 我最懂外交了 我比谁都懂外交 听起来像是川普的话对吧 但是这是拜登说的啊 我最懂外交比谁都懂 现在活着的大家都觉得说呢 基辛格很懂外交啊 他说我比基辛格更懂外交 我比他有经验啊 我有207年的经验 哎你说这样的风话啊 就只有拜登能说出来这样的风话 他说他从政207年 你说你能想要出来吗 这不像是老年痴呆吗 他说的老年痴呆的话 那当然又不止这一个了 对不对 他曾经还说过什么 他儿子还活着啊 他那个老大儿子 他曾经还说过什么 他和死人对话啊什么的啊 说过这样 好多这样的闪话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统 是老百姓想要吗 你去问问美国的老百姓 还想让这样的老年痴呆的总统 现在天天的跟他说傻话吗 肯定是不想啊 那要不想他有办法吗 他有吗 他没有啊 然后再说回来哈 就是香港呢 那些个傻瓜们啊 一天到晚呢 说呢 是甭相信 甭相信中国所说的一国两制啊 说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呢 剥夺了他们民主的权利啊 这件事情呢 我就觉得中国政府真的是 在这个舆论方面呢 不是很有利 我记得中国政府是说呀 说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啊 为了让我们的香港人民呢 是不至于不适应啊 还让他们保留以前的制度 哎 我想问一下啊 我想问一下 现在香港的这种选举的制度 是以前的吗 啊 是吗 他根本就不是 我就不明白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天呢 我还刷那个TikTok的时候啊 我就看到美国的一个专家人就说了 他说呀 香港那些人说 是中国政府剥夺了他们这个选举的权利 民主的权利 他说我就不明白了 我就研究了一下 之前的时候香港啊 是由这个英国统治的 那么英国统治香港 香港那些人可一点权利都没有啊 政府官员都是英国派的呀 法官都是英国派的呀 你们香港的那些人呢 就什么权利都没有 而你现在有了这种选举的权利 这完全都是你回归中国之后才有的呀 你怎么能说是中国剥夺了你们的民主权利呢 这是好生奇怪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电脑黑白呀 美国西方的这种舆论啊 真的是怎么能这么电脑黑白 怎么能这么的给人们洗脑和误导民众呢 民众都完全都被这个带歪了 有的时候呢 人们就不想 比如说包括我本人啊 以前我也觉得说 哎呀中国的一国两吃啊 就是为了照顾这个香港人民的感受啊 让他们不至于有一个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改变了他的政治氛围 你现在仔细想一想完全不是啊 完全不是啊 香港现在这个选举完全是中国政府给他的呀 香港回归之后才有的这个呀 你香港人民之前选举过吗 是不是 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呢 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出来说呢 中国大陆的那些媒体是干嘛的呢 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一天到晚那是干嘛的 好这是我关于就是说呢 那个记者去问那个新西兰的总理啊 这个新西兰的总理啊 如果看了我刚才所说的美国那个专家的视频的话 新西兰的总理的可能就该说了 人家才是民主好吗 我们实际上是四年一日游好吗 就算他不说他是四年一日游 你应该说人家才是民主啊 香港啊 说是香港的民主哪来的呀 是中国政府给他的呀 英国有给他民主吗 没有啊 那么我们再来说啊 关于拜登骂人的这件事情 今天我就看到 人家普京就站出来 伸张正义 仗义之言 那么俄罗斯的克林姆林公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哈 他在记者会的时候呢 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就关于拜登骂习近平的这件事情 问他怎么看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 这事啊 不足为奇啊 美国一贯的就这样 一方面呢 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自相矛盾的表现 就说明了 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 不可预测性占有很大的分量 一方面呢 派这个布林肯到北京去 好像呢 要和你和好 另外一方面呢 拜登又说出来的 这样的难以理解的话 真的就体现了 美国的这种自相矛盾 只有美国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说明了 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那种 妄自尊大的表现 仍然是存在的 很多国家对此 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并且这样的国家呢 还在增多 你看啊 这就是俄罗斯的克里姆林肯的发言人 所进行的回应 那么这样的回应呢 它是合乎逻辑的 合乎事实的 合乎逻辑的 反正你美国你就这么做吧 对不对 作为拜登来说 你不是还希望习近平到你美国去参加那个APEC 然后呢 你好和这个习近平进行会面吗 那么中国这次啊 在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中国展现了多大的一个诚意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人啊 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的用心良苦 今天呢 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博主啊 他的观察 他的观察呢 就很细 他就注意到哈 就是这个布林肯来访问的时候 从这个桌子上所摆放的这个花 到这个屋子里面所放的那个书法作品 国画作品啊 所有的这些都体现出来了一个元素 就是用了大量的这个荷花 荷花 荷花 荷花嘛 这里面就有一个荷字 另外呢 中国还很用心的 在这个荷花里头呢 还放了两种不同颜色的荷花 这个意思呢 其实是再明显不过了 就好像说呢 你美国是一种颜色的荷花 我们中国是一个颜色的荷花 那么这两种颜色的荷花 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池塘里面 都开得非常的灿烂 都可以健康的生长 那么中国这些良苦用心啊 展现了中国的这个充分的善意 可是美国呢 布林肯呢 就刚回去啊 拜登就说这样的充满敌意的这样的话啊 我估计呢 1989啊 习近平 现在心里面啊 就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 也难怪就我们中国人 听了这个 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些表现啊 都好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 真的让人非常的恶心 我之前的时候我还说了啊 虽然说布林肯啊 在记者会上 他说的那话很漂亮啊 句句都在里 但是你结合他们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恶心啊 就仗着那一张嘴啊 我不是在那个视频里 我们说了吗 我就送他四个字 巧说如簧 死人都让他说活了 可是呢 那些道理哈 他都不是那么做的呀 说的头头是道 但是做起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那么美国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么现在呢 我认为啊 美国的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 是因为这个布林肯啊 到中国来访问呀 他是碰着一鼻子灰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啊 大家就是说呢 布林肯来访问呢 体现了中国的软弱呀 我就跟大家分析了那么几个方面 中国是软弱吗 其实中国没有软弱 比如说呢 美国希望中国放人 中国就没有放他的人 那回去以后呢 他就把中国的那两个人呢 也定了罪 还有呢 就是他希望啊 和中国军事方面 能够进行沟通 中国呢 就没有答应他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 布林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又说了 他就说他到中国去呢 就中国在古巴情报站的事 就中国在古巴呢 和古巴联合进行 那个军事训练的事啊 他说他跟中国呢 都提出来了 那么很显然 中国肯定是给他顶回去了 中国给他顶回去的话 也是很现成的 我之前不是说吗 人家古巴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么古巴和中国之间 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有你什么事吗 再说了 你美国啊 你在中国的家门口 你都干了什么呀 是不是 我估计后面的这话 中国就不会去说 但是前面的话 我估计呢 中国会给他顶回去 另外呢 今天我还看到有报道说呀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 也是美国的官员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 就跟华尔街日报透露 说中国呀 在全世界一共有141个项目 在古巴的这个联合军事训练设施啊 只是其中的一项 说这141个项目呢 就是中国军方扩大全球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网络的一项计划 那么从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中国现在呢 是在进行全球的部署 因为中国现在呢 在全世界进行这种经济的合作 对吧 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那些企业 经常在海外受到欺负 受到攻击啊 那么中国和有关国家进行合作 建立一些有保障的一些设施 有什么过错 没有什么过错 那么你美国在全世界 你都建了多少军事基地啊 中国建立这些呢 还不是什么军事基地 美国给它扣上这么一个帽子 而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啊 说141项 那其中有一个说 后勤保障网络 就是希望呢 中国在海外的这些企业 这些生意 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 就好像这个亚丁湾护航一样啊 所以啊 慢慢的啊 美国就透露出来这些信息 为什么说拜登能说这样的话呢 是因为这个布林肯啊 到中国去碰了一鼻子灰 那么现在呢 美国这么做啊 其实呢也是好事 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啊 我们不是好多中国人都担心 中国政府会被他骗吗 对不对 被他的甜言蜜语给骗了 那么中国政府是不是 就不会对他们有幻想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这也是好事其实 那么狐狸尾巴露出来呢 这也是个好事 让中国政府呢 如果说之前对他们有幻想的话呢 现在就完全的打破幻想 虽然我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会对他们会有幻想啊 好 给脸不要脸的美国咱们就说到这儿 下面呢咱们再说一下银川这次的烧烤垫爆炸的这个事啊 那么这个烧烤垫爆炸的这件事情呢 真的让人非常的痛心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38个人上网 其中31个人呢 已经死亡了 还有另外7个人 现在还在医院里面抢救 那么这件事情出了以后呢 不光是震惊了全国人民 习近平也在第一时间做出来指示 要求呢 第一要对这个受难者呢 进行最好的施救 第二呢 就是要彻查到底是什么原因 避免下一次再次的发生 那么现在呢 我就看到它是什么原因呢 真的让人很痛心啊 这事呢 本不应该发生 说就在那个爆炸前一小时左右的时候吧 他们这个饭馆的人啊 就闻到了那个煤气味 闻到了之后呢 就发现液化气罐的那个阀门坏了 那么就让他们后厨的一个主管 叫李志祥 就让他去买阀门 他把这个阀门买回来以后 在更换阀门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爆炸 那么我想呢 他就是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是操作不到 按说呢 这个事啊 更换一个阀门啊 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结果呢 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那么这件事里面呢 既有这个偶然性 也有必然性 必然性呢 就是安全意识不够 这家烧烤店呢 按说啊 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 它不是一个小烧烤店呢 说是这个烧烤店的名字 叫什么富阳烧烤店啊 它在银川呢 是一个连锁的品牌 那么这个店呢 是在他们一个中学的旁边 在银川一中的旁边 这个店的名字就叫一中店 按说像这样大的这种烧烤店呢 对员工的培训啊 各个方面应该比较到位 但是呢 很显然 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 肯定是有不规范的 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 现在说是呢 各个部门啊 在进行一个联合行动 这个报道呢 是这么说的啊 说6月22日下午 银川市市场监管局 金凤区分局 一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表示说 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器的商户 应该首先做好自查 自查以后 接到办联系相关单位进行检查 检查没有问题以后 可以继续营业 银川市市场监管局 兴庆区分局 一名工作人员则称 尚不确定该区是否会对 使用液化天然气罐的店铺 预议暂时关停 但是目前全市正展开 对于餐饮类店铺 以及使用燃气液化气罐的店铺 进行为期三天的专项检查 商户应该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 我觉得像这样 你要是光靠政府的检查 我认为是不够的 每一个使用这些 亦然亦爆的这些设施的人 都要有安全意识 那么我出国之前 中国基本上都不系什么安全带 那么我出国之后 我就发现 都自觉的系安全带 这件事挺好的 那么我出国以后 我一开始回国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系安全带 那么我回国以后 我也在国内 我也主动的系安全带 然后呢 有的人就会说啊 说哎呀 你作为乘客啊 没有关系 警察就检查司机 你看啊 就是人们做这件事 好像是给警察做的 是为了你的安全呀 我那会就跟他们讲 系安全带这个东西 是很重要的 再又是呢 有人会说啊 说这点不用系安全带 这点没警察 你看啊 就是说大家就觉得说呢 这些东西都是给警察干的 安全意识比较差 不过系安全带这件事情啊 现在在中国好像已经比较普遍了 人们已经是形成了 是自己的一个自觉的行为了 但是呢 人们也不见得是因为考虑到 它是安全的 只不过呢 就形成习惯了啊 那么现在呢 又体现出来 使用这个煤气罐啊 这么危险的一个东西 这个安全意识都不够 我就希望咱们中国人呢 方方面面啊 一定要有一个自觉的这种安全意识 不要说呢 有检查 然后呢 我就做的好一些 那么没有检查 检查都松了 然后呢 我就开始违反这些规程 好像是给别人做的 一定要想到呢 这些事情是关乎自己的 政府的一些这个规定 一些检查 它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呀 它不是说为了刁难你 而制定的这些政策呀 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不要像这种检查相关的呢 形成一个心理上 对检查的政府官员的一种对立 说到这呢 我还想说呢 就是前一阵儿有一个视频啊 就有一个老爷爷呀 他就呢 推着三轮车 在街上卖什么东西 卖的是相当便宜啊 那么好多人呢 哎 走到这儿就买点东西啊 好像是什么水果什么的 去吃啊 又便宜又好 大家呢 就很欢迎 但是呢 他违反这城管呢 那么城管就来要求 这个老爷爷不得在这个地方卖 好多人呢 就来说情 说你看啊 这个老爷爷多可怜呀 你看这老爷爷没赚多少钱呀 我觉得这个说法都特别搞笑 是那城管嫉妒老爷爷挣得多 才来管他吗 是不是 是因为这个地方不可以在这摆摊啊 那么现在中国呢 经过这些年 城管的这个清理呢 我们就能看到啊 中国呢 路边啊 还有人行道啊 还有那店铺前面啊 就很敞亮 对不对 尤其是如果你去一些国家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比如越南啊 泰国啊 马来西亚啊 什么的啊 他好多街道上都随便买摊 仍然是随便买摊的 那么你如果和他们进行对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哎呀在路边随便买摊 真是不好啊 总之一句话啊 大家不要对政府的管理呢 形成一个抵触心理啊 好像呢 这些事啊 都是为那个检查者而干的 要有一个呢 安全意识 要对政府的这个工作呢 进行配合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么六方面的内容 其实呢 有十好几条新闻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第一方面的新闻呢 是关于俄乌冲突的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啊 公布的这个信息啊 说乌克兰的军队呢 分别在这个东部 战线以及南部战线呢 都发起来了进攻 但是呢 都被俄罗斯的军队给击退了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 也公布了什么死亡的人数啊 还有击毁的那些设备啊 什么的 那些数字呢 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重点呢 我想说一下 乌克兰昨天呢 对几座大桥进行了攻击 这些大桥呢 都是在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交界的地方 那么这个呢 说明了两方面的内容 我认为啊 一方面的内容呢 乌克兰很显然 是要破坏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 这是第一方面的信息 第二个透露出来的信息呢 就是俄罗斯说乌克兰方面呢 一共是发了四枚导弹 是用导弹攻击的啊 这四枚导弹里面呢 有英国的导弹 还发现了 有法国的导弹 那么这也透露了一个 什么信息 如果说西方 如果西方给乌克兰提供导弹的话呢 乌克兰会把这些导弹 发挥到极致的作用 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射程方面啊 乌克兰一直都要求 美西方给他提供远程的导弹 或者是火箭弹 或者是炮弹 那很显然呢 现在法国和英国所提供的导弹呢 射程比之前远了 如果他们再提供更远的导弹的话呢 那么乌克兰一定会攻击更远的目标 比如说克里米亚 比如说克里米亚大桥 这都是有可能的 甚至呢 攻击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 这都有可能啊 所以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么战争就会严重升级 这是非常危险的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白俄罗斯的总统说 说你们呢 要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诉求啊 如果你们把俄罗斯逼到绝境的话呢 那俄罗斯有可能会使用核武器的 另外呢 我想强调的是 俄罗斯的国防部公布说呢 进入2023年以来啊 他们一共是摧毁了250辆坦克 其中包括120辆的暴行坦克 那么没有说呢 是120辆的暴二坦克 那么我想呢 这个暴行坦克里面呢 就不光是暴二坦克了 暴二坦克是德国最先进的坦克 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呢 应该是给乌克兰所提供的 这个暴行坦克 不全是最先进的暴二坦克 那么同时也说明呢 这个暴二坦克也没有那么神 到了前线以后呢 照样被摧毁 照样被缴获 另外呢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说呀 说西方所提供的这些军事设备 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没有任何影响 普京还说 西方呢 要搞清楚一点 也许呢 你可以远远不断的 给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装备 但是乌克兰的人 却不是远远不断的 人是有限的 还有呢 克里姆林共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说乌克兰这个反共的失败呀 让西方国家出现了裂痕 关于这点呢 前两天我的视频里面呢 也跟大家说了我的看法 确实是西方国家出现的裂痕 这一点呢 其实现在是非常明显了 尤其是欧盟呢 下个礼拜要召开峰会 那么这个礼拜呢 他们就呼吁中国尽快的对欧冲突进行斡选 希望能越早的让他们停火呢 就越好 这一点呢 就很明显的说明了 欧洲的这些国家 不想再对乌克兰呢 实行援助了 这应该呢 就是啊 美国在宣布了对乌克兰 在进行13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之后 美国肯定是施压欧洲的这些国家 要求他们掏钱 那么这些国家就不想掏 我们没有听到欧洲的国家掏钱 而是呢 在峰会召开的前夕啊 呼吁中国赶紧进行斡旋 好 这是这个俄乌冲突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是最近啊 西方都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注意到这事 我相信呢 有一些观众朋友呢 肯定是注意到了 就是和那个泰坦尼克号有关的 有一个泰坦尼克号残骸的观光潜水艇 在四天前呢 失去了联系这件事情 大家有关注或者是有听到一耳朵吗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现在想跟大家呢 进行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介绍 这事呢 其实是这样的啊 自从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残骸呀 被发现以后 那么很多人呢 就对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残骸呀 发生了兴趣 你可以想象出来呀 在泰坦尼克号这个残骸里面 一定有好多的宝贝 对不对 那么据路透社的报道啊 这次在这个潜水艇里面 失踪的这五个人当中的一个呢 是法国的一个专家 他说是一个海洋学家啊 他曾经呢 还写过一本书 他的名字呢 就是在泰坦尼克号的深处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曾经还有一个轰动一时的电影 就是泰坦尼克号 说拍那个电影呢 好莱坞的导演啊 就是这个法国的海洋学家的好朋友 那么那个电影的拍摄呢 就是受了法国的这个海洋学家 他所拍摄的照片的启发 那么这个海洋学家呢 说是 说他以前的时候呢 是一名海军 在法国的海军服役22年 他今年已经77岁了啊 在1986年的时候 就是泰坦尼克号这个残骸 刚刚被发现不久啊 他就专门去探索 这个泰坦尼克号 说他曾经啊 已经通过潜水 到泰坦尼克号这个残骸 这个地方呢 已经去过35次了 他从泰坦尼克号的 这个残骸里面 已经带出来了 5500多件的物品出来了 那么这里面呢 就包括一些私人物品 比如说望远镜啊 和信件啊等等 我对这件事情啊 我都有点怀疑 一个呢就是 据说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在水底是3810米的深度啊 那么作为一个个人潜水员来说啊 能够深入到那么深吗 如果能深入到那么深的话呢 那个相机在那么深的深水里头 承受的那么大的海水的压力 还能够正常工作吗 再就是呢 他说他带上来的物品啊 包括望远镜 我能理解啊 信件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吗 信件都是纸张啊 我想当时就是泰坦尼克号沉默之后 像纸张这个东西 它不会飘上来吗 我们暂时啊 就当这都是真的吧 说他带上来了 5500件的这个物品上来 说他唯一的没有去过的地方 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安全保险舱 说那个哈是最重要的 那些黄金啊 珠宝那些东西呢 都在那个舱里面 我最近这几年呢 就有一个美国的公司 他就开发了一个项目 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潜水艇 这个潜水艇啊 就潜到这个水底下 去观看这个泰坦尼克号的残海 费用非常高啊 不是谁想去就能去啊 去一趟一个人是25万美元 所以你可想而知啊 去的人肯定都是富豪了啊 说这个潜水艇呢 已经去过几次了啊 前几次都很成功 那么最近一次去呢 就是在四天前 那么这次去啊 仅仅过了一小时45分钟 然后呢 这艘潜水艇就失联了 到今天呢 已经是过去四天了啊 今天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说这四天比较关键呢 因为那个潜水艇里面 它是带有氧气的 这氧气呢 到了海底以后 就够他们使用96小时的 也就是说呢 够四天啊 今天已经过了四天了 那么到现在呢 这个潜水艇啊 还没有找到 很有可能 上面的人 现在生还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了 那么这个潜水艇上 都有谁呢 一共是五个人 除了这个操作者以外 我现在听说啊 有两个富豪 其中有一个富豪呢 还带了他19岁的儿子 另外呢 就我还听说 有法国的这个专家 那么就有可能是 两个富豪 加一个19岁的儿子 加这个探险家 再加上一个操作者 应该是这么五个人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路透社所报道的 那位法国的探险家啊 他已经是去了35次了 他带回来了 5500件的物品啊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 表示怀疑呢 因为我看到说啊 说这个潜水艇 它如何操作的呢 说它本身呢 是不具有这个定位功能的 就是说它下去以后呢 是要受到另外的 一艘大船的指挥的 那个大船呢 会指挥它什么 往前走啊 往后走啊 往左拐 往右拐呀 然后呢上升啊下降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说失联呢 就是它和这个大船失联了 按说应该 每15分钟 它就向这个大船 发射一次信号 那么它下去以后呢 每15分钟发射一次信号 一小时45分钟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发过信号 昨天的时候呢 我看到加拿大的媒体报道说呢 说听到了一种声音在水下 听到呢 就像敲水管的那种声音 说每半个小时能够听到一次 然后呢 就想来确定这个位置在哪里 但是呢 到今天为止呢 很显然是失败了 确定不了这个潜水艇在哪里 另外我看到有报道说呢 说即便是能够确定他们在哪里啊 也没有办法去救他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啊 太深了 而且呢 也没有定位系统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那个探险家 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说 都可以潜水到那个区域去的话 那么你现在就派那个水鬼 潜水下去找一找啊 那么很显然这四天以来 没有进行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就很怀疑啊 路透社今天这个报道 说法国哪个探险家 去了这么多次 还拍了照片啊什么的 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 这是这个新闻啊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法国共同马克龙 他前两天的时候呢 他不是说 他想参加八月份举行的 那个金砖峰会吗 那么这件事情 法国是认真的啊 这两天呢 法国还派了他的外长 到南非去访问 专门去跟南非来探讨这件事 那么南非啊 作为这个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他自己有权力来决定这件事情吗 今天俄罗斯方面发话了 俄罗斯说坚决反对马克龙来参加这个峰会 俄罗斯呢 作为成员国是有权力来否决的 说南非作为主席国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发言权 他可以说邀请谁不邀请谁 但是呢 前提就是呢 这个邀请谁和不邀请谁啊 也得得到这个金砖五国的一致同意才行 那么俄罗斯现在呢 就坚决反对 看来法国外长到南非去啊 也没有用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德国访问的这件事情啊 我看到报道啊 有那个视频 就是李强的那个讲话呀 李强在欧洲做讲话的时候呢 真的是苦口婆心 因为美国呢 老是去渲染这个中国威胁论啊 所以呢 欧洲就是说呢 去风险啊 说中国的企业呀 和中国合作呀 都有风险 那么李强就是说了啊 说国家和国家合作 有什么风险呀 说我们之前的时候呢 有很多东西啊 我们中国都没有 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 我们用的都是西方的呀 他说我以前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那会儿的配车 有好多的车 都是德国车呀 我们都用德国车 对吗 我们医院里面使用那些 核磁共振的 关乎我们性命的东西呢 有好多都是你们德国的产品 就是西门子的 我们都一直在用 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呢 你们会对我们是有风险啊 会威胁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安全 这些东西 这东西你就是为了卖产品的嘛 对不对 从哪来的那种国家安全风险 又不是军队 那么我看到有些人这个留言啊 就说我们的总理啊 跟他们就这么耐着心的讲道理啊 没有什么用的 不应该跟他们废话 我想说呢 其实也是有用的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 欧盟他们开会做出来了一个决定 就是呢 他们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时候呢 烧带手会涉及到其他国家的企业 比如说呢 就会涉及到中国的企业啊 那么他本来呢 是涉及到中国的八个企业 那么这两天呢 欧盟就开会 把中国的五个企业 从那个名单里面就挪下来了 他们就认为这五个企业呢 对于欧盟来说没有风险 另外呢 我还看到美国的军工企业 雷神的CEO他发话了耶 他是说美国现在和中国的这种紧张关系啊 这种政治博弈啊 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呢 是没有利的 美国的企业呢 就是政治的牺牲品 说事实上呢 美国要想和中国全面脱钩的话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你看哈 这就是美国企业的新生啊 这还是美国的军工企业呢 美国的军工企业应该是 在中国的利益并不大 肯定是没有其他的那些企业 没有其他的那些民用企业的利益大呀 对不对 如果说他都觉得说他们是受害者的话 你可见其他的企业遭受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美国呢和中国进行的这种政治斗争啊 真的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下一条新闻呢就特别的有意思啊 如果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时代哈 有人会进行决斗的话 你会信吗 如果我跟你说 是两个大企业家进行决斗的话 你会信吗 如果我跟你说 是这个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两个人呢 隔空喊话进行打嘴仗 解决不了问题了 他们两个约定了说 要进行格斗你信吗 你可能说不可能啊 这是开玩笑吗 那么今天我看到的报道呢 就是这样的 马斯克现在呢 就是同意了和扎克伯格在赌城的 说在赌城应该是拉斯维加斯吧 说有一个八角龙 这个八角龙呢 是专门进行格斗的地方啊 说马斯克呢现在同意了和扎克伯格呢 进行格斗 看谁能赢了谁 你说还有这种事 马斯克就是说呢 虽然说我并不占优势 从年龄上来说呢 马斯克比那个扎克伯格呢 要大很多 要大十几岁 然后呢 从这个基本素质上来说 技能上来说呢 他也差很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那个扎克伯格呢 是受过格斗训练的 而马斯克呢 他说他没有受过格斗训练 他连平常的健身他都不做的 说他做的唯一的健身呢 就是经常对他们家孩子举高高 那是他唯一的健身活动 但是呢 他现在同意和扎克伯格 在赌城的八角龙进行格斗决胜负 你说有意思不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菲律宾啊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这个日本的安全文雄啊 他见风使舵 他一看呢 哎 这个布林顿呀 到中国来访问啊 是真的要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赶紧就出来发话啊 说这个中国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啊 是积极向好的 说他在去年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 他们的谈话呢 是非常愉快的 而且呢 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啊 并且说呢 他本人希望能到中国来访问 和习近平呢 亲自见面 亲自来会谈 那么今天呢 我看到这个菲律宾啊 也见风使舵了 今天的报道说呢 菲律宾和中国就海上问题啊 开始达成协议 目前来说呀 第一项协议是关于这个海洋捕捞的 就是渔民打鱼的这个事 已经达成协议了 还有呢 那就是印度的莫迪到美国访问的这件事情啊 前两天呢 就很有意思啊 莫迪呢 要到美国访问 结果呢 他买了500架的这个空壳飞机啊 前两天我就觉得说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莫迪呢 已经到了白宫 说是和美国呢 签署了系列协议啊 说是达成了和美国在太空和半导体方面的合作协议 很显然呢 这两方面 印度呢 都没有什么优势 如果和美国进行合作的话呢 那么就是美国帮助印度 另外呢 印度和美国还升级了他们的战略关系 升级为什么技术战略伙伴关系啊 像半导体啊 太空啊 这些东西啊 对吧 这都是具有战略意义 那么印度呢 和美国进行合作 美国还需要用中国的那个雀桥中级卫星呢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